先从103年的考题开始看起 好 第七题 孟德尔曾经利用视交来鉴定显性性状的一个个体的基因形 有关视交实验的叙述哪一个是对的 好 显性的性状的一个个体 我们对它的基因形可能不是很了解 有可能它是一个同型盒子大T大T 也有可能它是一个异形盒子大T小T 它都会表现出显性的性状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透过视交 才能够了解它的基因形 好 什么是视交呢 视交就是把一个未知基因形的个体 拿来跟一个隐性 会表现隐性性状的一个个体 拿来杂交 举例而言 我们今天有一个高筋的豌豆 那我们并不明白这个高筋的豌豆呢 到底是同型盒子的高筋 还是异形盒子的高筋 这个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 把这个高筋豌豆跟一个矮性 矮筋的豌豆拿来杂交 矮筋的豌豆呢 它的筋形一定是小T小T 因为只有这样它才会表现出矮 这个隐性的性状 好 如果今天我们使用的高筋 是一个同型盒子的高筋 同型盒子的高筋 它能够给出的配子 只有大T和大T 而矮筋这个清带 它可以给出小T还有小T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它们的子带一定百分之百 都是表现出高筋的性状 那如果呢 今天我们未知金型的这个高筋呢 它是一个异形盒子的高筋 情况就会不一样 子带当中呢 只会有百分之五十 是显性的性状 剩下百分之五十呢 就会表现出隐性的矮筋的性状 这边要特别注意到 子带表现型的比例 一比一 刚好会等于 清带它的配子的比例 所以我们说 视焦是一个用来鉴定 未知金型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好所以正确的答案呢 会在猪选项 把一个不明金型的个体 跟一个隐性的通行盒子拿来配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金型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其他选项错误在哪里 先从A选项开始 A选项说 试焦是 杂焦后所产生的第一子带 之间呢 再来互相交配 A选项这个实验 孟德尔其实有做过 但他并不是试焦 孟德尔是把 同型盒子的 纯品系的高金的清带 和矮金的清带拿来杂焦 结果呢 我们得到的第一子带 他的表现型完全是高金 孟德尔很怀疑 这样的高金 不会是纯的高金 所以他的做法呢 就是让第一子带 跟第一子带 自花授粉 可以称为什么呢 自焦 自焦的结果呢 孟德尔观察到 第二子带 果然不是全部都是高金了 矮金呢 占了四分之一 奶奶的性状 出现了 所以这个A选项 描述的只是 第一子带一个 自花授粉的过程 这不是四焦的定义 接着我们来看B选项 B选项说呢 四焦是指F1的个体 跟一个显性的同型盒子 来交配 好 我们把一个位置基因型的 F1的个体 拿来跟一个显性的同型盒子配 如果F1的基因型是 小A小A 或者大A小A 或大A大A 跟显性的同型盒子 去杂交 都是一点意义也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显性的同型盒子 它所能提供的配子 只有大A 今天不管你是拿哪一个基因型的F1 最后呢 我们的指代一定百分之百 都是显性的表征 所以B选项呢 对于鉴定基因型来说 毫无意义可言 好 我们进到C选项 它说市交呢 是对F1的个体进行市交的话 可以判断其清代的金型 有这么厉害吗 好 假装我们的F1是大体小体好了 我们把它跟小T小T进行一个市交 结果我们得到F2呢 指代当中的比例 高金比上矮金 我们知道是1比1 这个第二指代的比例 事实上只能够反映F1 它所提供的配子的比例 但是有没有办法这么厉害 回推到F1的清代的基因型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清代基因型不一定就是大T大T乘小T小T 因为它也有可能是大T小T乘小T小T 它们都有可能会造就出这样子的F1 所以C选项高估了市交它的能耐 没有办法这么厉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E选项 E选项呢 它说市交是把显性的同型盒子 跟隐性的同型盒子拿来配 这是什么 这只不过是把一个显性的个体 跟隐性的个体拿来杂交而已 没有办法做任何鉴定 而且呢 那我们得到的第一子弹 全部都会表现出显性的形状 所以对于鉴定而言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好我们第七题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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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